准备一块南瓜,去掉籽,跑去皮,然后再切成小块 上锅把南瓜蒸熟 南瓜蒸好了之后拿出来放凉 再淡到一个大碗里面倒成泥 不烫熟的时候加入3克酱母,搅拌均匀 再加入10克白糖 还有300克面粉 搅拌成絮状,再揉成光滑的面团 把它移到案板上来揉 最少揉8分钟 然后揉成长条,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面剂撒点粉,先放到一边 案板上撒少许粉,拿一个面团,把它擀成长方形 把它擀薄擀长 然后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再撒上一点干面粉 还有少许食用盐 从一边卷起来 接着拿个刀从中间,给它切成两条 然后留一点点不要切断 把这个切口朝上 两股辫子这样交叉着给它编起来 每卷一次,切口都要朝上 然后给它卷起来 卷到后面这个口按扁 然后压在花下面 这样子就做好一个了 全部做好之后放到蒸屉里,发酵一个小时 发酵了一个小时 我们的南瓜花卷呢,已经是原来的1.5倍大小 现在可以开火来蒸啦 冷水上锅,水开后大火蒸10分钟 时间到,关火焖5分钟再开盖 今天这款南瓜花卷呢 蒸出来各个蓬松暄软 好吃又好看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